属于自己的坐姿 其实女人有没有欲望 从她的坐姿当中也可以很好地看出来 甚至是说可以一目了然 那么有欲望的女人到底有哪些坐姿呢 想知道的粉丝朋友们 不妨听温哲说一说 第一种 双腿并拢 采用双腿并拢坐姿的女人 往往是家庭条件都比较好的 而且教养和内涵也都是比较高的 她们非常注重自己的外在现象 做什么事情都会有条不紊 而这类女人的性格往往都是比较保守 不会去对男人主动 只有被动地接受男的请求 在感情当中 如果男人主动的话 这类女人也会给男人机会去配合男人 第二种 双腿交叉 习惯使用双腿交叉坐姿的女人 往往都是比较开放 是大大咧咧比较豪爽的那一类型 这类女人在做事的时候 比较雷厉风行 具有女强人的典范 她们都是比较独立的 用自己的想法和见解 当遇到自己喜欢的男人的时候 她们也会选择主动出击 把主动签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当自身的欲望难以克制的时候 她们也会对男人主动 小许征服男人 第三种 翘二郎腿 喜欢翘二郎腿的女人性格往往都是比较高了 对于爱情和男人 她们往往不会主动出击 只会采取观望的态度 这样的女人很独立 她们认为自己并不需要男人 因此关于爱情和欲望这一方面 她们向来是不会对男人主动的 第四种 坐姿懒散 坐姿懒散的女人 性格都是比较随遇而安的 怎么舒服怎么来 是她们最大的一个特点 这类女人对生活没有太大的要求 男人和这类女人相处 也会生活得非常惬意与舒服 她们对于爱情的欲望 这一方面也是比较随意的 如果她们想要了 或者是爱上男人了 她们就会对男人主动 如果她们不想要 不爱男人 她们也会保持一种高冷的态度 总之啊 有欲望的女人 一般都会有以上这些坐姿 是因为男人的你 可不要傻傻的不懂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